掌声有请这位幸福心愿持有人 大家好 苏蕾老师你好 来自我介绍一下 所有现场的观众朋友 还有老师大家晚上好 我的名字叫做郭世丽 是来自山东于泰安 今年32岁 郭世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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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什么就唱什么 就给你特别 唱歌曲 带领我的小女生啊 我自那两下啊 少年啊一见面啊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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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拍手笑哈哈呀 哎呀 这是要两人一起唱的吧 对对对 越是唱这个 是不是越想结婚呢 以前的时候就是 没想过出对象 因为就是觉得 自己能遇到一个 真心喜欢我的人嘛 就一直这么想 尽管没有出过 但是一直都是 在脑海当中会这么想 但是后来就 不那么去想了 为什么后来不那么去想了 就因为我找到了呗 我还一下懵着了 我还以为他一下都不想了 是因为没人追呢 不是有人追 鹏鱼儿的演员啊什么的呀 两三个吧 两三个啊 对有像我们这样的也有正常的 挺吃香的吧 还行 这眼比较好 你的啫声怎么这么模仇呢 都说我的啫声有点特别 你啫声特像抖音里面那个啫声 你喜欢什么样的 就是想找一个高个子的 感觉就是高个子的吧 他能照顾我多一些嘛 然后外形没有太大的要求 就是只要我自己喜欢 不讨厌就行 个子高要高多少啊 多高啊 就一米六七就可以 长相呢 长相一般人就可以 那个潮汐这样像一般人吗 那太怪了呢 结果找着一个什么样的 找到一个身高一米七四的 然后好男人 颜值跟托雷老师比起来呢 颜值啊 托雷老师是气质型的 真会说话 很期待 托雷老师比较有男人味 大家看看你老公长啥样 你老公平时叫他什么 帮出对象的时候 那只叫他大宝 把大宝叫出 大宝 哇 孩子都有啊 再尽量 by bwd6